一名死刑犯在原定行刑的日子却突然称他要戴罪立功 有重大案情要揭发 按照规定行刑便暂停 本以为这是死刑犯的缓兵之计 可没想到警方还真的在死刑犯提供的位置下 挖出了一具女性遗体 但随着对这具遗体的调查越来越深入 案件的疑点也越来越多 警方发现这桩命案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欢迎回到迷雾调查组 我是吊吊 让我们一起拨开迷雾 寻找真相 2007年3月6日凌晨 新疆伯勒市达勒特镇的村民史维春 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对方自称是绑匪 绑架了他的侄子史兴靖 要求他在4个小时内交出赎金15万元 不然就撕票 在史维春的认知里 绑架勒索这种事情 一般都发生在有钱人身上 他只是个没什么积蓄的农民 怎么可能有人打他的主意 迷迷糊糊的史维春以为这个电话是别人在跟他开玩笑 于是他挖苦了对方一句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便挂断了电话 五分钟后史维春的电话又一次响起 歹徒加重了语气威胁 说如果史维春不拿出15万赎金救人 他的侄子就死定了 史维春仍不相信侄子被歹徒绑架 继续回骂了两句 并且说自己要钱没有 绑匪想怎样就怎样 不过这次挂了电话之后 史维春税意全消 保险期间他还是给弟弟打了个电话 询问侄子的情况 却从电话中得知侄子史心静一个晚上没回家 而且手机一直关机联系不上 史维春脑子嗡的一下乍响 这才预感到史心静可能遇上了不测 于是便急忙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警方接到报案后 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摸牌走访 仅过了一天 警方就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 将当天晚上和史心静在一起 并且有作案时间的犯罪嫌疑人张德月 带回了刑警队 警方见到张德月后 发现这张德月竟是刑警队的老熟人了 几年前张德月贩卖棉花时 在运货车辆上做了手脚 通过诈骗保险公司 货赔了6万元钱 最后被判处缓刑 当时就是刑警队主办了该起案件 警方和张德月接触过后 对张德月非常了解 别看他年仅28岁 但臣服很深 心理素质极好 根本不会轻易交代自己的罪行 果然警方询问了张德月整整三个小时 一无所获 张德月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按照规定 居传超过12个小时 犯罪嫌疑人不承认有罪 公安机关又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 就必须释放嫌疑人 警方趁着居传时间还没有结束 又因为死刑警被绑架当晚 有目击证人看见张德月 带着死刑警进入了他租住的屋子 警方便快马加鞭 带着技术人员赶到了张德月的住所 仔细搜查一番后 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张德月屋内的花盆边缘上 有一处喷溅状的血迹 这让警方有些不安 死刑警很有可能已经遇害 随后技术人员在张德月居住的院外墙角下 发现了一堆燃烧过的炭火 在灰烬中翻找出几块烧焦的人骨和牙齿的残骸 带着这些物证 警方再次审问张德月 铁证如山 张德月只好交代 2007年元旦 张德月认识了年龄比他小6岁的石心静 石心静年龄不大 但虚荣心极强 非常爱吹牛 常以富家子弟自居 人前人后总是夸耀自己的叔叔和父亲 是如何有本事 一年能挣几十甚至上百万 张德月听到石心静家里这么有钱 便动起了歪心思 他以合作做化肥生意为由 与石心静亲密来往了三个多月 2007年3月5日 张德月感觉作案时机成熟了 便将石心静骗到他的临时居住房 好久款待 并趁石心静醉酒昏睡之际将其绑架 可让张德月没想到的是 石心静家里根本就没钱 在他向石心静叔叔所要赎金时 还被嘲笑是香港电影看多了 恼羞成怒的张德月不顾石心心的苦苦哀求 一怒之下解决掉了石心静 并将其分解 为了掩人耳目 张德月又对石心静的遗体进行了焚烧 并仔细打扫现场 他自以为做的是滴水不漏 根本不怕警方来查 但没想到行政专家仅靠一点血迹就还原了整个案发现场 最后张德月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值得一提的是 在张德月即将执行死刑的2008年 中国实行的还是1997年1月第一次修订实施的刑事诉讼法 其中第211条规定 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 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 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时 可能需要改判的应当停止执行 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裁定 本以为这条法律规定的实行是少之又少 但没想到的是 就在张德月执行死刑前 张德月竟然当众高喊要戴罪立功 张德月执行枪决的当天 法警已经就位 即将扣动扳机的时候 张德月突然向法官高喊 法官大人我要检举揭发 我知道一桩凶杀案的真凶是谁 请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在场的执行人员都震惊了 在他们的执法生涯中 遇上临刑前有重大案件要检举揭发的事情 还是第一次 法官只好适应法警暂停行刑 张德月被压扣着来到法官面前 他说他在被执行死刑的两年之前 确切时间是在2006年的秋季 一个从伊犁来到伯乐 名叫杨燕的实面女工 被人先侵犯后杀害 遗体就埋在第五师八十九团十连的一块 腼腆的渠道里 张德月对这个凶杀案发生的时间 地点说的特别详细 真实度非常高 现场的法官将此事上报给了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在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后 张德月的死刑执行被暂时终止 侦查工作立即展开 在张德月的指令下 警方和行政人员很快来到了 埋葬杨燕遗体的具体位置 果然在这里挖出了一具高度腐烂 已经成一堆白骨的遗体 经法一鉴定 被害者舌骨的根部有骨折现象 推断是外力导致窒息死亡 在白骨旁边 警方还发现了一张身份证 身份证的主人名叫杨燕 警方立即前往杨燕的老家 新疆伊犁调查情况 杨燕的母亲李洪霞告诉警方 女儿杨燕在2006年9月 到伯乐市捡食棉花后便失踪 两年来家人四处寻找 但依旧阴性全无 李洪霞告诉警方杨燕失踪的时间 与法医推测的死亡事件大致吻合 于是警方便提取了李洪霞的血液样本 与那具疑似杨燕的尸骸做DNA比对 同时另一组侦察员 也开始对张德岳进行审问 警告张德岳如果他要立功赎罪 必须如实交代所知道的全部涉案内容 根据张德岳交代 原来杨燕受雇于张德岳的哥哥张德年 在张德年的棉花地里是棉花 打工期间与蒙古族青年阿杰恋爱 2006年10月末的一天 阿杰突然找到了张德岳 说自己是失手杀死了杨燕 但杨燕的尸体埋在一处废弃的砂石坑里 没有掩埋好 随后阿杰就用刀子抵住了张德岳的脖子 胁迫张德岳帮助他遗失掩埋 说不同意的话就要取他的性命 张德岳被逼无奈 只能和阿杰一同将杨燕的遗体转移到棉田附近的渠道 挖坑掩埋 在警方审讯张德岳的同时 DNA的比对结果也出来了 确认了白骨就是棉石棉花失踪的杨燕 也初步证实了张德岳交代的凶杀案是真实的 然而就当警方前往抓捕该案嫌疑人阿杰时 却得知他在一年前就死了 原来在2007年4月28日 阿杰酒后驾驶一辆无牌照的摩托车 在公路上狂奔 途中失控翻下路机 撞死在树林带里 阿杰的死是所有的证据都变成了孤阵 警方认为张德岳的口供是有多出疑点的 首先是阿杰的作案动机并不明朗 他为什么要毫无征兆地杀害自己的恋人杨燕呢 其次是埋尸地点不合理 根据张德岳的供述 阿杰先是把杨燕遗体埋在了废弃的沙石坑中 因为戈壁太硬难以挖掘 杨燕的半条腿露在了外面 之后阿杰不得不找来好友张德岳帮忙转移遗体 但转移后的地点也是戈壁地址 坚硬程度相似 阿杰的这个做法不就是前率即穷吗 暗场里阿杰只需要叫来张德岳在原地挖深一点就可以了 没有理由将沉重的遗体远距离地搬运 况且是找一个坚硬程度相同的地方 再挖一个新坑 并且就算要移动遗体 阿杰偷偷做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叫人 难道他就不怕张德岳把自己杀人的事情说出去吗 张德岳的供词漏洞百出 警方开始怀疑张德岳是为了脱罪 将自己犯下的罪行扣在了死去的阿杰身上 毕竟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这杀害杨燕的真凶极有可能就是张德岳自己 但是在阿杰身亡的前一个月 张德岳就因绑架杀人而被捕入狱 按理说他应该是不知道阿杰身亡这一信息的 警方为了掌握更多当年的情况 于是开展了大量走访摸牌的工作 案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根据警方调查走访发现 杨燕和阿杰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根本不是情人 反而是杨燕采棉花的户主张德岳的哥哥张德年 与杨燕的关系不简单 平时两人经常在一起 张德年对杨燕的生活起居也是格外关照 杨燕因为和同住的女工发生了口诀 张德年就把家里腾出了一间房子 安排杨燕住到了自己的家中 在张德岳的供述中 杨燕和他哥哥张德年只是雇佣关系 很明显张德岳在撒谎 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杨燕在腼腆期间 与张德年纠缠不清 张德年深受其扰 而且那时的张德年已经有家事 会不会是张德年害怕杨燕干扰到自己的家庭 所以才杀害杨燕灭口 张德岳得知了这件事情 便想用这件事为自己立功 但又不想让哥哥张德年暴露 所以才编了个故事把矛头指向阿杰 这样就说得通了 并且埋葬杨燕遗体的地方 正是张德年家的棉花地 这也加深了张德年的嫌疑 然而面对询问 张德年矢口否认自己和杨燕有过谈恋爱的经历 咬定他和杨燕只是一种雇佣关系 两人没有任何的情感瓜葛 采棉季节结束之后 杨燕就回家了 之后便再也没有联系 因为手里没有其他的证据 警方也奈何不了张德年 警方决定从杨燕这边再找找突破 于是警方便第二次来到了杨燕家 在获得杨燕母亲许可后开始搜索他的卧室 自从杨燕在两年前神秘失踪后 李鸿霞思念女儿对杨燕居住的房间物品 基本保持了原样 警方仔细逐一地查找 最后在一个纸盒子里有了重大的发现 里面装着大量信件 写信人不是别人 正是张德月的哥哥张德年 信件内容显示在2000年的时候 张德年就和杨燕确认了恋爱关系 他们通过信件传达彼此的爱慕之情 持续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2000年年仅18岁的杨燕和母亲李鸿霞 来到了张德年的地里失眠化 张德年便从那时候就开始百般讨好杨燕母女 试图追求杨燕 李鸿霞并不喜欢张德年 就极力阻止了杨燕与张德年相爱 那次失眠结束之后 杨燕便跟着母亲回到了伊犁 可李鸿霞万万没有想到 张德年和杨燕竟然一直在偷偷的谈着恋爱 这段维系了多年的隐秘恋情 在2003年的一天突遭变故 在母亲的张罗下 杨燕嫁给了同村的一名村民 张德年不得不接受现实 在杨燕结婚后的一年也结了婚 杨燕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 凑合过了两年 她就和丈夫草草的离了婚 值得一提的是 杨燕和张德年各自成家之后 书信也一直没有中断 为了掩人耳目 张德年在写给杨燕的信中说 我不希望你把我的信给别人看 尤其是你的父母 杨燕也一直按照张德年的意愿 没有将两人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这段长达六年的书信往来 却在2006年的秋天画上了句号 杨燕背着母亲再次前往张德年家石棉画 她希望通过这次石棉画的机会 和张德年重续就好 所以临行时没有告诉李鸿霞 自己的具体去向 怕李鸿霞知道后阻止她 种种迹象表明 张德年向警方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她和杨燕曾经有过一段鲜为人质的地下恋情 而这段恋情很有可能就是造成杨燕死亡的直接原因 警方在掌握了这个证据后 随后又传唤了张德年 在证据面前 张德年不得不承认她和杨燕之间的关系 根据张德年交代 在2006年8月离婚后的杨燕写信告诉张德年 她想再次来到张家石棉画 出于多年的感情 张德年同意了 收到杨燕来到伯乐市的消息后 她便骑车去车站接来了杨燕 杨燕检视棉画期间提出与张德年情归于好 但此时张德年已经娶妻身子 对杨燕的感情已经淡化 最后放弃了与杨燕旧情复燃的机会 在十年季节结束之后 支付了杨燕1500元钱就让她回家了 张德年也说之所以隐瞒这段感情 是不想让她伤害自己的妻儿 并对警方信誓旦旦地说 我有房子 有老婆孩子 我不可能为了几年前的这段感情 去谋害她的性命 我这样做不值得 再加上因为缺少直接证据 警方只能暂时放张德年回家 就在行政工作陷入困境之时 警方对张德月的调查却取得了进展 之前警方一直疑惑 张德月是如何知道阿杰死亡信息的 于是警方调取了在押人员的记录 找到了一个叫做克尔吉特的人 他是本地的一个蒙古族 与张德月和死亡的阿杰都认识 2008年4月 克尔吉特因涉嫌盗窃罪被羁押 据她交代 在一次放风的时候 她就碰到了张德月 无意中提到了阿杰身亡的这件事情 这样一来 杨燕之死基本就排除了阿杰作案的可能 同时也证实了张德月的确是在撒谎 警方曾推测 张德月撒谎是为了不暴露哥哥 可如果他哥哥张德年本来就不是凶手 而且张德月都快执行死刑了 他还会维护张德年吗 除非那个凶手就是张德月自己 于是警方就照着这个推测 继续调查了下去 张德月在2007年3月犯下绑架杀人案之前 还曾在2005年10月犯下了一起诈骗案 犯罪心理专家分析 张德月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就从一个诈骗犯迅速 蜕变成一个杀人并且分解遗体的恶魔 这种心理变化太过突然 好像中间缺少了一个环节 给人一种衔接不上的感觉 再看凶手杀害杨燕的手法 虽没有张德月杀人分解那么凶残 却明显大于张德月早期的诈骗手法 由此警方大胆推测 张德月在分解使劲心之前 很有可能就是用杀害杨燕一事进行了过渡 2008年9月3日 在做足充分准备后警方重新提审张德月 为了找到蛛丝马迹 警方让张德月复述一遍曾经的供词 说着说着 张德月渐渐放松 开始供述他和阿杰的抛尸细节 这时警方突然插话问道 你为什么说是阿杰傻的人 张德月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因为阿杰死了 警方立即追问 你知道阿杰已经死了 张德月突然醒悟 急忙否认了前面自己的说辞 张德月出现了明显的前后矛盾 警方抓住这个突破口 继续质问张德月 经过短暂的僵持 张德月便败下阵来 缴械投降 交代了杀害杨燕的全部经过 那天杨燕得到张德年 给他的1500块工钱后 心灰意乱之下准备离开 这一切让一直寄予杨燕姿色的张德月 看在了眼里 晚上他假意 以送杨燕去车站为名 骑摩托车将杨燕骗走 途经张德年的棉花地时 张德月停车调戏杨燕 遭到拒绝后 张德月恼羞成怒 便残忍地解决掉了杨燕 并就地挖坑将遗体掩埋 四个月后 张德月便犯下绑架杀人案 积押期间又从克尔吉特口中 得知了阿杰死亡的消息 便在监狱里苦思冥想 精心编造了一个谎言 妄图将杨燕之死嫁祸给阿杰 然后张德月自己借尸还魂 以此来逃脱死刑惩处 不过在警方的努力下 张德月的如意算盘也就此崩塌 他依然没有逃过法律的严惩 最终在2008年年底 张德月恕罪并罚 被判处死刑 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作恶多端机关算尽 若是这张德月把脑子 用在正道上 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你们觉得呢 今天的案件分享就是这样 这里是迷雾调查组 我是调调 我们下期见